立法院今天审查了自由经济示范区条例 其中的教育创新的部分备受争议 因为立委就担心高等教育会不会因此更阶级化了 主要是因为国际民校的学费都高得吓人 学费限制松绑之后 会不会让这个国内的高等教育走向商品化 只有有钱人才念得起好学校 包括资金区里面的教育创新的部分 这些扣买授权太多的时候 人民就是因为现在对政府信心不够嘛 自经示范区推动教育创新 希望和国外知名大学合作 开设学分专班 未来甚至要成立分校 教育部长透露好消息 目前已经有七所国际名校 包括康南尔大学 京都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 南加大 法国兰代学院 新加坡大学 汉密西根大学的名校 都有合作意愿 只是招生方式学费都给最大弹性 校内规范也都不设限 有立委担心根本是空白授权 自由经济 你不是要让我讲吗 我还没回答完嘛 我就是讲了 现在要用什么方力 自由经济示范区 推动教育创新的办法 我们一定会明确地 从它的 办法出来了吗 我们已经在朝你所有相关项目 我可以嘛 姜伟林表示还是会立法规范 也会办公听会广征意见 但立委担心 示范区以遭受境外学生为原则 会不会排挤国内学生的受教权 虽然你的总量有管制 但是我们有没有说有多少比例 我们对国际学 它视为国际学生的概念 大概是10%嘛 过去在这个规范下 我们原则上现在还是用10%这个考量 教育部解释 境外学生招生比例还是照旧 只是至今示范区引起众多疑虑 还是不少立委担心 会得国内高等教育带来冲击 一段TV蔡宗如李宗憲台北报导 没有 请不吝点赞 sigui